先知书以希杰 在第一段录像中 我们介绍了先知以希杰 他是被掳流放至巴比伦的其中一个以色列人 而且曾经在巴比伦探见了神殿的荣耀 之后 以希杰明白了神为何这么做 这是因为以色列对偶像的崇拜以及不义 导致神决定离开他的圣殿 在带出未来仍有希望的同时 此书继续拓展以希杰讲述 神审判以色列的内容 首先是针对以色列 接着是以色列周边的国家 接着在第三十三章的内容里 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以希杰收到一个讯息 那就是巴比伦对耶路撒冷城的攻击结束了 那是因为纳城已破 圣索已被摧毁 以希杰惩罚的警告应验了 对以色列来说 被流放是一种惨痛的经历 所以人们开始提出疑问 耶和华是否真的遗弃了以色列 但请切记 在此书的第十一章中的结尾部分提到 神宣告以色列虽被流放 但其未来仍是有盼望的 就这样 以希杰书其余的内容 就探索了以希杰那代表着希望的意象 首先内容是针对以色列的 然后提及其他国家最终所有的被造物 以色列的希望开始于 神为以色列取下 兴起一个新的大卫王的承诺 一位来自于未来的大君王 这位君王是一位充满仁慈的带领者 是在众所以色列王中前所未有的 而这新的以色列国将会被这位君王所统治 他的子民也会得到更新 神将挪去以色列那叛逆刚硬的心肠 赐给他们一颗柔软的心 这与摩西在生命纪所提到的应许是一样的 神说他要除去刚硬的心肠 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 赐他们一颗柔软的心 好让他们能够爱神顺服神 而这个意念在新的意象中得到发展 以色列看到一个巨大的山谷 那里遍地都是人类的海谷 神告诉他说 这是一个图像 是以色列属灵状况的一个渔义 他们叛逆 违背了神的旨意 结果他们被掳 惨遭流放 多人被杀 但不仅如此 这个图像也隐喻了以色列与神之间的立约关系 而神告诉以色列 他要将他的灵放在他子民的里面 使他们活过来 这时 一股风淋至山谷 使所有海谷生金长肉 又有皮包在上面 他们站了起来 然后气息从四方而来 使他们都活了过来 突然出现在以色列眼前的是一支极大的军队 这个意象令我们想起 在创世纪中 神创造了人的故事 神用尘土造成人形 把生命吹进他的鼻子 而以色列以及人类因叛逆导致死亡 所以人类唯一的希望 是神做新事 重新塑造人类 只有这样 他们才可以真正的活起来 爱神以及彼此关爱 那么神必针对人心开始动工 处置罪恶 但一些问题仍待解决 例如 那些还在行恶事的列国呢? 圣所的未来呢? 以希节书的最后两个环节 会探讨这些问题 首先 让我们看看第38和39章 神最终会击败行恶事的列国 其中被提及的一位领袖 就是马克帝的哥格 哥格这个名字起源于一个古老的王国 在《创世纪》第十章里曾被提及 是一个历史悠久强大的国家 以希节利用了这个古老的名字 作为所有行恶事之列国的象征 此外 我们也发现 哥格与其他七国联盟 他从四面八方汇集 这幅图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 他们代表了列国 这么一来 我们就能明白 以希节为何利用他在早前提过的一个 有关推罗王 以及埃及王的图像 来形容哥格 以希节是在利用哥格 来代表圣经里 那些几位残暴的民族 哥格是这些叛逆 抵抗上帝的人的典型 在接下来的篇章里的内容 基本上提及 哥格想要抵抗 破坏神拯救他的子民的计划 就如在 初埃及记里的法老一样 哥格是要来毁灭神的子民 但神斥责哥格 接下来的情景 若照着次序来看 或许会令人费解 令人激动 首先 哥格以及他的军队 会被递整吞并 然后 他们会被烈火攻击两回 紧接着 神会亲自在田野中击杀他们 他们的尸骨 自留那地 达数月 很明显的 这些情景 充满了想象力 以及隐喻的标记 以希节 用尽了 他在艺术方面的造诣 描绘出 神决意 铲除那毁坏人士的罪恶 为的是 要为新的一代 呼噜 就这样 罪恶终于从 列国中 被拔除 此书的最后一个环节 描绘了 有朝一日 神的荣耀 必会回归 圣所 也会被修复 首先 以希节 以挺长的蝙蝠 描绘了 一个新圣所 一座新城的异象 在这个异象中 神领着他 去参观新的圣所 一座比所罗门时代更大 更为壮丽的圣所 那里有新的祭坛 新的祭司 全新的崇拜形式 游览圣所之后 神领着以希节 回到他的 第一个异象里 并让他看到 神的荣耀宝座的回归 以及 进入新的圣所 这个异象 长期以来 都被视为 辩论的热门话题 有些基督教 以及犹太人 领袖认为 这个异象 有朝一日 必会应验 而介绍 新圣所的 篇章内容 就是那个 当弥赛亚回归 天国降临之时 新圣所的 总蓝图 但有另一群 犹太人 以及 基督教的领袖 却认为 这个异象 如以希节 其他异象一样 充满了 隐喻的标记 这些标记 显示了 神荣耀的回归 可是 所显现的形式 不一定 就是一座圣所 但不论 你偏信哪一个观点 重要的是 以希节 有始至终 并没有说 这座新城 就是耶路撒冷 第47 以及48章中 向我们解释了原因 以希节看见 有水从圣殿 从祭坛上流出 水很快地 形成了河流 水势汹涌 河水流出圣殿 流出新城 向旷野流去 流入最荒芜之地 死海 河水所经之处 生气勃勃 死海变成 充满生命气息的海域 那里的植物 以及生物 种类繁多 这些图像 源于 创世纪第一 以及第二章里的 伊甸园 所以 我们看到 以希节的意象 是多么的广大 无边 神的计划 是要使人类 以及所有被造物 恢复原状 就这样 此书以这座 以神在这里 命名的新城 作为结尾 就这样 以希节的意象 画上句号 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新人类 在新的世界里生活 这就是 赐予生命之主的杰作 而那个世界 充满了神的爱 充满了神的公义 这就是以希节书 所有的内容